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克劳福德这个Shake and Bake 就Shake,然后你Shake,Shake,然后就Bake它,然后你就做完了 那么这个动作呢你懂得,其实呢这就是一个 你可以用体前也可以,你也可以用背后 克劳福德喜欢用背后 比如说你做一个背后 其实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呢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跳步是一样的,跳步跳后跳步是什么样的 我运一下往后跳 你可以用胯下也可以运一下往后跳 那克劳福德是往边上跳 反方向运一下往后跳 克劳福德那是这样的 克劳福德是运一下往那边跳 然后上篮 与其像后跳步一样 我们是在这种距离做后跳步 头篮 克劳福德是到篮筐底下 来做一个蹦后跳步 上篮 那么它呢有时候会做两个背后跟我之间不太一样 它会到这儿 到这儿来 一二然后 再这样 然后呢这个合球的方法有很多 一个是 这个像我刚才那样 用个这儿跳完了以后 跳完了以后往背后这样合球 你也可以像克劳福德有时候会这么做 跳完了以后它的脑前合球像这样 跳完以后脑前合球 这张呢其实呢你懂得我也不去做了不是很多我也不怎么做 但是既然有人要问我说怎么做 那我就说一下 这张其实呢跟这个也很像 你如果不能操作这个 做这些你懂得背后背后这样的动作的话 其实说实话这种动作你可以体前做一个跳步也行 你做一个体前变向 原理上到这儿 oh shit 总之呢就是一个变向 你这个变向呢可以用体前可以用胯下可以用背后 然后在你身体 往你变向那边紧的时候 你做一个oh跳步 来这儿 哎哒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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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他这个每次他这个变向呢 你要做的速度要快 然后这招我不怎么做 所以呢我也不怎么练 你刚才完了以后 你整个这个身体啊重心要往那边紧 放着觉得你要过去 然后回来了 然后上了 然后呢 这招呢其实呢 你可以加一些 加一些这个转身 比如说你 你不一定说你这个背后完了后 你就必须得跳步 对不对 你也可以 背后完了以后 你也可以背后完了以后 我接一个转身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跳步的小步是什么样的 我背后 我这儿完了以后 哦我就跳过去了 然后我就上完 总之呢这个 横前简单 但也很复杂 你就是得多练 然后呢多练完了以后呢 你就这个跳步啊熟悉以后 你这个动作 哎 你某一天你做了 做了一半一遍 你就熟练了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动作呢 很多教练不太喜欢 因为有有些教练觉得你做这个动作 耍帅啊太太接 不会 你懂得不喜欢 实际上我觉得 如果一个动作 它够好的话 能让你得分的话 你就做 但是呢 大多数情况下 你打一些正文比赛 做这招的人 其实 如果你不是特别牛逼啊 你个人不建议什么去做 除非你这个真的很适合你 你觉得很简单 我个人如果有一个跨工证的情况 我就直接 我直接欧洲步啊 或者做一个这个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人和人不一样 适合我的 不一定适合你 适合其 其另一个人呢 也不一定适合你懂得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 我们今天就大致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真正呢 你用不用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好 欢迎购买我的蓝胸转计划 下期再见